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那一期应该已经把它解决了 你竟然看破了我的能力全靠试神 所以才对我本体发动攻击 真是个聪明的蝼蚁啊 什么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和你兜圈子 出来吧 这是我耗费五十年精力才念成的最强试神 能见到他 也算是我对你实力的认可吧 不过 你马上就命丧王群了 我有艳丑症 天尊 灵妃 你终于出来了 德光 你先带女拔下去 走吧 这里交给灵妃就行了 女拔失职 这种货色都要劳烦天尊亲自出手 我有一死谢罪了 说什么傻话呢 灵妃才不会因为这种小事怪罪于你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真的吗 当然了 我不会骗你的 你打伤我的侍女 这笔账等会儿再和你算 这就是英之国先代剑圣 看起来也不过如此 本座的试神可不止是外表这么简单 不就是融合了四十九个魂魄为一体 很值得炫耀吗 不可能 灵魂融合是我阴阳家族的秘书 这家伙怎么一眼就看出来的 这种小把戏 骗不了 那试神身上冒出来的灵魂 是融合的不完善吗 三脚猫的功夫 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 不说 我融合的可都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强者 致强者 我看你 不过是收集了一堆臭鱼烂虾罢了 臭鱼烂虾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你会为自己刚才说的话后悔的 大家快退后 杨大师要释放那一招了 天崩地裂 万道福重 看见了吗 这就是侮辱本座的下场 哈哈哈哈 大家没事吧 哦 这么多美丽的女人 我要把你们全都带回去 好好享用 哈哈哈哈 喂 还没打完呢 你要去哪儿啊 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安然无恙 现在剑尘也在抗拒我的控制 这些问题 你去问阎王吧 看在你跟我徒弟有缘 这次我帮你 这次我帮你 我 我这是 在哪儿 您是 万圣天尊 你时间不多了 快去见你想见的人吧 我想见的人 终儿 罢了 既是无缘 何苦再见 若是他想见你呢 你为他滞留人世三百多年 甚至不惜灵魂落入了阴阳家族之手 也不愿投胎转世 为何不给自己和他一个机会呢 我 双向奔赴的爱情 何必畏缩 既然想见他 那就去见 多谢天尊指点 晚辈来世再保今日之恩 三百年的等待 只为最后见上一面 如此情深 令人动容 而灵妃 竟寻了我三千年 小姐 现在知道主人对你爱有多深了吧 还不快表示表示 该怎么表示啊 我看上次江月轻穿那些衣服的时候 主人很感兴趣 你懂得 你讨厌了 快闭嘴 不过灵妃她 好歹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真的会喜欢这样吗 女伴 清理剩下的垃圾 就交给你了 是 女家 饶命啊 不关我的事 疯了我吧 别急 我会慢慢和你玩的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瘦年宗师啊 阴上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事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不过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诛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 令我满意的机事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变高 解锁默示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 全家全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 纠结了 我何时才能为您抱着呢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